來 我們請維希到這邊 好 麥克風交到妳手上 先跟大家打一聲招呼 我們再給她一個掌聲 好棒喔 幫她們準備好了 其實我們剛才都看到妳的故事了 大家都有點心疼 有點不捨 可是回到音樂的話呢 最後有一首創作歌曲也是妳非常重要的 希望要透過歌曲要帶給大家 溫柔的翅膀這首歌的一個概念 對不對 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首歌的一個創作概念 好不好 溫柔的翅膀創作的概念 溫柔的翅膀 其實這首歌它有點像是一個 最混沌的時候也是一個轉折的時候 就是其實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爸媽就沒有工作 所以一直以來我在家裡 就是唯一的算是經濟的支柱 那因為我爸媽他們也會需要一點 就是心靈的上面的陪伴或是心素 所以其實我也會想要當他們的心靈的支柱 那一直到我開始生病之後 我開始發現那個想要讓自己變成那個堅強支柱的那個概念 開始崩壞 就是我開始做不到 我開始聽不到 開始看不清楚 然後我的關節炎也開始發病 然後直到最後就是在那幾年的時候 我是完全揪入不能動 那時候我坐輪椅或是躺在病床上 都需要人家搶服或者是什麼 那其實那時候我很惶恐 我發現我的角色不見 我發現我在家裡就變得 我找不到我在家的位置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面對爸媽 可是也是在那個時候我學會依靠 我學會開始承認說自己也是脆弱的 而且我一開始真正的去找到 就是面對爸媽的時候 那一份溫柔 那一份回到家的感覺 就是那一份我想要依靠在媽媽的翅膀之下的那一種 尋找媽媽的溫暖 所以是從那個時候我開始 我寫了這首歌 想念媽媽給我的溫暖 我不再是那個 在他面前只是想要裝作很堅強很堅強的那個概念 而是我會去體會媽媽對我的溫暖 去感受媽媽的溫柔 所以感謝媽媽為我做了一些 你寫了這首歌 就像我們這次的活動一樣 透過了唯電影也是 將這份對媽媽的愛 要大聲的說出來 你可以擁抱媽媽大聲的 不要害羞的 說出你對她的感謝跟對她的愛 剛才的首歌曲是來自於 黃玉祥 玉祥,歡迎 好,小心玉祥的台間 好,首先呢 我們請玉祥先把一個祝福的花束 我們要送到維希的手上 好不好,來 來,我幫你拿下下 來,維希,我們從靠近玉祥 謝謝,我們一起捧著這束花束 好嗎 好,剛剛的花束也是代表一個鼓勵的 不管在音樂的創作 或者是在整個生命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有更多的力量去克服她 然後去越過她 好,來 你們在右手邊 不要把麥克風交到玉祥的手上 也可以維希一些鼓勵喔 她也一樣喜歡音樂 也要克服許多 在生活當中的困難 但是呢,也影響了陽光喔 好,來 我來把花束接收好 來,維希 我可以把麥克風交到玉祥的手上 來,我們想請大家打聲招呼 好,各位欣賞我們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嗨 嗨 你喜歡創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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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覺得 維希真的是很不簡單 就是 怎麼都提了那麼多 她的 她會的東西 真的是比我多很多 對 所以,其實 那 今天的公開就是 我們都是 很愛音樂 其實 欸 可能大家等一下也會聽到我們 對 我們的 一段小小的演出 對 那其實 剛才在彩排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 這個 今天還會去唱 是一種 一種享受 就是 從那種 真的是發自內心的 生命的生命在一起 對啊 所以 我們就 繼續的 一起加油 朝著 朝著我們的 夢想 努力 加油 一起朝著夢想 繼續的努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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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